我現在在這裏等巴士出旺角 去那裏看看消費券出來之後的試度 順便去飲茶 第二階段五千元電子消費券 已經分期發放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在社交平台發布短片 顯示他親自乘坐巴士到旺角 走進街頭視察市面的情況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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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喝給家人 是啊 大家開心一下 他說短期的外圍環境比較差 但對於香港經濟前景很有信心 大家一起努力消費 撐起經濟 熬過這個暫時的低潮 香港前景仍然很良麗 陳茂波沿途和市民交流 也有到茶餐廳等等 他指出消費券週日發放以來 走進街頭巷尾 大小商店 見到不少食股和店舖的生意增加 但也有市民和商戶反映 即使市道稍有起色 整體經濟氣氛仍然偏弱 他們仍然面對較大程度的生活壓力 熬過這個暫時的低潮 前景仍然很良麗 臨時的低潮 日常也有有鐘 仍然很震驚 仍然很震驚 每次的抵觸 月